大家好,欢迎收看新一期视频 对于旅游,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 有的小伙伴就认为都市旅游才能更充分地感受当地的风土人情 尤其是走在异国都市的街头,总能给人一种莫名舒心的感觉 而有些小伙伴就比较有意境了 不论是在境内还是出国,都喜欢到绿野相间去 感受各地自然环境的清新空气 当然在野外信部游玩 看到熟透的果子,总让人忍不住,想摘一颗尝尝 说法倒是挺多的,但归根结底还是嘴馋 不过要是碰到一些不认识的果子,还是小心一点的好 最近就有一位网友分享了自己在印度旅游的真实经历 因为印度城市环境不太友好,所以他就选择到乡间去逛逛 游玩过程中发现了一种长在树上的奇怪水果 外表看着像颗梨,但熟透后会自己裂开,露出里面鲜红的部分 小伙摘下一颗刚想尝尝,立马被当地居民拦住了 原来这种果子名叫肉豆扣,是一种有毒的水果 不过有毒的部分主要是中间红色的部分 外面的白色果肉还是可以食用的 不过吃起来不怎么样,这是一种热带水果 如果不小心务实里面的红色部分,轻则出现眩晕的症状 严重的还可能致死 果能表示这种果子,种来,一般不是为了直接使用 因为果核有很高的药用价值,可以治疗腹肌呕吐等症状 同时还能制成香腥料 好了,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小伙伴记得关注转发评论点赞哦